聚焦亚太防卧安全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 首度回归就大阵仗邀请40多国军事高层出席 维安工作更是滴水不漏 香格里拉对话在6月10号到12号为期 三天来举行 现场戒备相当森严 多了一层紧张的气氛 按照行程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接连发表大会演说 一如外景预期 双方不仅谈到乌尔战争 更在台海局势上激烈交锋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 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 美中两国在台湾和人权的议题上 紧绷情势再次达到巅峰 很难马上握手言和 而台湾在美中角力下生存 又会遇到什么困境呢 我们要看它从两个方法 如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脊下 台海紧张情势更加受到国际关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日本国防部长岸田文雄 发表声明的时候也都不约而同提及 今日乌克兰使全球借禁 美中在印太区的角力势并不减反增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特派记者 没有承载新加坡的采访报道